我們繼續把目光聚焦到 紅毯的入口處 部下旅車的是 誠歌來了 以一字千金比武大會入圍 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成獎的 曾國成誠歌是以漢字為主題 並且落實傳遞中華文字之美的 意志競賽節目 字字珠積的比武過程緊張又刺激 也透過誠歌的妙語如珠 讓節目畫龍點睛 錦上添花 讓節目增設許多 而且已經入圍18次主持人獎的 誠歌打過五座金鐘獎盃 今天有沒有機會以一字千金 再下一層 讓我們拭目以待 Oh my God 誠歌來了 誠歌來了 誠歌 成熟一點 請容許我這個局外人了解多一點 這兩個人好像是 某個節目的主持搭檔 歡迎收看一代女王 太感人了 年累要留下來了 對啊 而且說真的 誠歌昨天還爆雷 聽說你們節目即將起死回生了 是不是 對 我爆雷 有喔 沒有 那個節目就是有新聞報導 對啊 我們又有新節目了 等一下早就知道了吧 我口風比我的手頭還要緊啊 哇 這很多人都是第一天 你口風比你手頭還不緊啊 你手頭收到一點都不緊啊 誠歌呢被一字千金的節目組 封為是超級刷題王 大家都很好奇 說在這個嘻嘻哈哈的外表之下 到底這個滿腹詩書是怎麼累積的 從大概我念小學開始我就喜歡國語 到了國中之後呢喜歡書法 到後來喜歡中文那麼多奇妙的一個變化 我對文字從小就有 這是你跟他的緣分 讓我們的文字那麼多的變化 我就越來越研究越來越有興趣 所以一直以來 當然我又喜歡演戲 很正常就喜歡文字啦 對不對 誠歌 我跟你說喔 今天喔 我們那個豪平他很用心 他去跳裡求籤了 求籤 他求了那個1到5號的籤呢 其中有一個是得金鐘 要來祝你好運的 你現在就來猜猜看 來 1到5號選一個 請選擇 四季平安 四四如一 4號 確定嗎 不換嗎 確定嗎 你真的確定嗎 那怎麼辦呢 好啊 好 不換囉 不能換 不要換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你少來 落差這麼大 只有一個得金鐘其他都得痛風 對 紅塔還有這麼詛咒人啊 沒有 你想畫嗎 這個 痛風小事嘛 對不對 好啦 祝福神哥得金鐘好不好 再下一層 今天主持得不錯啊 加油 很棒啊 好 謝謝神哥 謝謝 謝謝神哥 神哥裡面請 好 謝謝 神哥裡面請